那么我们现在要练习的就是让他帮我们把字幕朗诵出来 这是简映的一个AI的功能 那要怎么去处理呢 你可以点选到字幕 字幕以后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叫做朗读 你只要把它点下去 它就会帮你把这 嗨我最亲爱的好朋友 它就会帮你把它朗诵出来 那假如说我整个影片里面 我都像这些都是属于字幕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整个在字幕行这里 然后在空白处按下你滑鼠的左键 按下滑鼠左键整个把它拖过来 让它通通包含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按朗诵 你不能按Ctrl加A 因为Ctrl加A会包含影片 那你的朗诵那你就会不见了 所以你只能用这样子拉 就是把它圈选起来 圈选起来之后再按下朗诵 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有好几个声音可以让你去选择 那我们就来选择 这是海绵宝宝吧 那我们就选择台湾女生好了 点选了之后 就可以按下开始朗读 那就给他一段时间 他会去做运算 OK很快的就好了 那好了之后 他现在每一个都是选择的 你可以同时间去移动他们 移动到你要的位置 那如果说有哪一个比较对的不太好 你只要在我们空白处 声音的空白处点一下 然后再点你要调整的那一个 比如像这一个 我要向他退后一点 那就可以个别的去挪动 那如果要一起挪动的话 也是一样就把它选 一样的通通把它圈选起来 按住滑鼠的左键拉过来 那他就可以把它选择起来 我们再拉一次像这样 就可以整个慢慢拉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整体的去移动它 假设这样是OK的 那像这个就对的不太好 那我们就把它往后一点 这个也一样往后一点 个别的去调整 那这两个 到这里 OK这个再靠近一点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 那他呢 基本上他讲话的速度是不可以调整的 也不可以做慢动作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 那就只能在往后 我们会继续交到录音 那在录音了以后你可以自己去贴上你自己的声音 或是自己声音的速度 那以下呢我们大家就练习看看 那除此之外 当然这个你也可以到Google里面去复制一段文章 然后呢把它做成字幕贴上去 比如说我有一段影片 那放上去之后 那OS旁白我不想自己录 那我就可以运用这个功能 到Google里面我去打一段文字 把这些文字变成是字幕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可以帮你把它念出来 这个也是OS旁白的一种方式 好OK 那以下就请大家来练习这个功能 好OK